撒姆尔记下第20章 在那里恰巧有一个流氓,名叫士巴 是汴亚敏人比基利的儿子 他吹号角,说 我们在大魏的身上无粪 在耶稀的儿子身上无干 以色列人啊,各回自己的帐篷去吧 于是,以色列众人都上山去 不跟随大魏 却跟随了比基利的儿子士巴 犹大人却紧紧跟随他们的王 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 大魏王回到耶路撒冷自己的宫里 就把以前留下来看守王宫的那十个非兵捉起来 关在禁宫里 王供养他们,却不再亲近他们 他们被禁闭 过着寡妇一般的生活 直到死的日子 王对亚马萨说 你要在三天之内 把犹大人召集到我这里来 你自己也要在这里 亚马萨就去召集犹大人 他却担言超过了王限定的日期 大魏对亚比筛说 现在比基利的儿子士巴要加害我们 比亚沙龙更甚 你要带着你主人的仆人去追赶他 免得他找到了设防的城镇 就避过我们的眼目 从我们的手中逃脱了 于是约亚的人 基利提人 比利提人 和所有的勇士 都跟随亚比筛出去 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去 追赶比基利的儿子士巴 他们到了鸡变的大盘石那里 亚马萨来与他们会合 那时约亚穿着战衣 腰间竖着配刀的袋子 刀在翘里 他往前走的时候 刀掉了下来 约亚对亚马萨说 我的兄弟你好吗 约亚用右手握住亚马萨的胡子 要与他亲嘴 亚马萨没有防备约亚手中的刀 约亚用这刀刺进他的肚子 他的内脏就留在地上 不用再刺第二刀 亚马萨就死了 约亚和他的兄弟亚比筛 继续追赶比基利的儿子士巴 约亚的仆从之中 有一个人站在亚马萨的尸体旁边说 谁喜欢约亚 谁归顺大位 就当跟随约亚去 亚马萨在大盗当中 滚在自己的鞋里 那人看见经过的众人都站住 就把亚马萨的尸体 从大道上拖到田里 又扔一件衣服把它盖住 因为他看见众人 来到亚马萨的尸体旁边都站住 尸体从大道上挪去以后 众人就都过去 跟随约亚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士巴 士巴走遍以色列各支派 直到伯马家的亚比拉和比利人的全境 他们聚集起来跟随他 所有跟随约亚的人都来了 把士巴围困在伯马家的亚比拉 他们对着城 有一个聪明的富人在城墙上呼叫 请听 请听 请你们对约亚说 请你走进这里 我有话对你说 约亚走进妇人那里 妇人问 你是约亚吗 她回答 我是 妇人对她说 请听悲女的话 她说 我正在听 妇人说 古时人常说 只要在亚比拉求问 事就必成全 我在以色列中 是和平信实的人 你却设法毁灭这座以色列的母城 你为什么要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 约亚回答 绝对不会 我绝对不会吞灭 也不会毁坏 事情不是这样的 这因以法连山地 有一个人名叫士巴 是比基利的儿子 他举手攻击大魏王 你们只要把他一人交出来 我就离开这城 妇人对约亚说 看哪 那人的头 必从这城墙上丢给你 妇人就凭他的智慧 去见众人 他们就把比基利的儿子 士巴的头砍下来 丢给约亚 约亚吹号角 众人就离城散开 各回自己的家去了 约亚也回耶路撒冷 去见大魏王 约亚做以色列所有军队的统帅 也和耶大的儿子 比拿亚统侠基利提人 和比利提人 亚多兰管理做苦工的人 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 做使官 士法做书记 萨都和亚比亚他 做祭司长 亚亚人以拉 也做大魏的祭司 录制作用 垣 鸿 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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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製 炭